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出席了商業電台節目正好星期天的訪問 他在裏面講出了大量的金句 如果你說盧偉聰是假裝的話 鄧炳強喜歡跟市民直接挑機 你聽聽他的內容你就知道了 我們逐一檢視他的言論 到底他說的話是不是基於事實 到底他說的話是不是合理 首先他說 對於昨天在旺角出現的事件感到傷感 為什麼呢 他說社會上不同意見的人士 就不應該再視而不見 並且縱容包庇和美化暴力 他叫市民要怎樣做 他說要把良心拿出來向暴力說不 鄧大署長 那些市民一向都是很有良知 很有良心 辰早就拿了良心出來向你警察的暴力說不 根據香港民意研究的一個調查 有六成七的市民就認同 警隊是濫捕 而且在處理示威衝突的時候使用了不當的暴力 情況失控 一早就認為你這班警察所使用的暴力 就是過份的 一早就說了筆 是不是 是不是 用不著特地撒有介事 叫市民拿回良心出來 說來說去 其實就是要市民 叫那些和理非的市民 就要跟那些 激進派勇武派來割席 你搞來搞去其實就跟林鄭吹同一個調子 是不是 就想市民認為 那些學生就是暴徒 你想這樣說 是不是 說來說去都是三腹屁 好了 接著就有個主持話 坊間的人經常說警察和示威者的武力不對等 鄧炳強又怎麼說呢 他就說 那些暴徒所使用的暴力 就是遠遠大過我們警方 哇 真是厲害 不如調轉用一批 那些就是所謂暴徒 那些示威者所使用的就是暴力 你知道他說的什麼例子 他說汽油彈和弓箭可以拿命 而他們所用的 催淚煙或者胡椒球彈 就希望能夠保持安全距離 大哥現在很明顯就是你射盲人的眼睛 而且你那些催淚彈已經有很多研究就發現到 原來他是有這個山埃的存在 已經那些檢測機是檢測到爆錶了 美國人都知道這件事 全世界都已經知道 而且你射催淚彈就當放煙發 美國人不再賣給你 你就是向大陸那裏買 買了那些劣質催淚彈 已經有很多專家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你國產的那些催淚彈 就會產生高溫 然後就釋出這個義岳英 義岳英不會馬上死的 但是他會積存在人體的體內 如果不停超標的話 那個問題10年之後就可能會浮現了 就會致癌的 會生癌的 到時問誰 10年之後的市民 找誰算帳 而且很大機會 就像越南的橙劑一樣 就會導致那個生殖系統有問題 會產生傾胎 你自己的警察也會有問題 你昨天還在那裏射 你是不是懵了 你自己都受害 你不要以為市民不同 你自己都陪葬 對不對 不要以為很得戚 你們對不對 經常說這些東西不是致命 為什麼不是致命 而且你不只是開這些東西 你曾槍實彈也開過的 是不是 10月1日開過兩發真槍實彈 就是中了人體 11月11日你又開過一隻真槍實彈 已經是要使得那個年輕人 割乾割腎 不是致命 只不過這三個年輕人 是很大命的 告訴你 不知所為 你在抗爭那些衝突的現場 你都是不停用一些致命的武器 告訴你 你經常強調 這些不是致命 只是說天水圍那個年輕人 被你這班警察 用催淚彈的射頭 昏迷了十幾天 昨天才醒來 本來你所說的這些 所謂的武器 的確不是致命的 對不對 布袋彈 這個橡膠子彈 不是被你射頭的 大哥 是被你用來射腳射到他痛 然後他因為產生痛了 腳踹踹踹 就讓他自己扯 然後那些催淚彈更加不是射頭 是射去一個空曠的地方 讓他釋出那些催淚煙出來 驅散那些人群 你現在拿來 因為你不能夠 每次都開真槍實彈 否則就變成六四翻版 所以你就不停來找這些 所謂的非致命的武器 拿來射頭 其實都是有機會致命的 你這樣搞法 對不對 你那些警察拿來射頭 在城大那一役 你已經曝光了 那些影像 那些對話 你那個指揮官竟然叫警察 射頭 你已經是打頭 已經有畫面了 打頭就當是打上身 汪威信大警司說謊 因著被人制裁 那些人真是 不知所謂 然後他又怎麼說呢 有人問他 關於這個民調 就說超過一半的人都認為警察過份濫用武力 鄧大署長就說 明白到市民對警方執法有意見 但是對於民調的方法不清楚很難評論 你和陳百祥就是一般見識 難怪陳百祥就是撐警之友 你那些思維模式全部都是一樣 民調做了出來的結果 不理於你的 你就說不理解他怎麼做 你有沒有搞錯 這些又是輸打贏要 他還說有一些大規模抹黑警隊的行為 以及一些針對煽動仇警的報導是普遍存在 例如831地鐵站死了人 或者任何浮屍或者跳樓都關於警察事 甚至乎有些列車運了很多示威者回大陸 他就說這些對於他來說是不可思議 沒有理由可以相信 他說香港是一個這麼透明的社會怎麼可能發生這些事 我想請問為什麼你那831到現在 那個閉路電視你都不肯公佈 是不是 就算你傳真社說那六個人 懷疑被消失的 他依然存在 依然生存 問題不只是那六個 你現在證實了一件事 就是那六個還在 請問是不是只是那六個 剛剛說你只找那六個 你那個報導就只是證實了那六個存在 到底下面有多少人 因為你那些警察和消防的說法 經常有出入 毛孟靜也踢爆了 是不是 到底下面有多少人出事 然後你那些傷者送到哪裡 你的記錄全部都是不符的 是不是有衝突的 所以那些市民只是懷疑你而已 還有 你說到就是關於那些浮屍或者跳樓 為什麼你警察 那麼快就可以在現場斷定那些案件是無可疑呢 你有沒有向市民交代過 到底一件案件有可疑和無可疑 那個分別在哪裡 為什麼有些裸體的浮屍你都認為是無可疑 你可不可以向公眾交代 到底你判斷某一些案件 你認為他是無可疑的時候 你用什麼的準則 你用什麼的標準 你說出來吧 你說吧 你大方說吧 你又不說 沒有交代的 既然你說到香港是一個透明的社會 為什麼你對於那些被跳樓被自殺的 市民認為呢 至少是 你一點都不交代 一句說話就說無可疑 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下文了 你叫市民怎麼相信 還有你說 有些列車運了示威者回大陸 你到底那一天 那些示威者運了哪裏才行 在紅磡那裏是不是上車 是不是 不在車站上車 你是在理工大學外面對出那段路軌 你壓著那些示威者上火車 到底那些示威者被你送到哪裏才行 你又不公開交代這些事 是不是 記者又沒有問 你就應該要自己去交代 是不是 你就告訴別人 你聽我說那些示威者哪些送到哪裏 有多少人送到哪裏 這麼難解答嗎 是不是 鄧大署長 你一直在說 市民誤解你 為什麼誤解你 你沒有交代過這些事 對不對 好了 接著就講到關於獨立檢討委員會 和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問題 他就說 歡迎採用獨立檢討委員會 看整體事件的成因 如果搞獨立調查委員會 他就說 如果純粹是針對警隊作出調查 而不是去看社會成因的話 到最後都是用來變成一個工具 針對警方 他就覺得這個不是公義了 大哥 如果你只是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而這個委員會是不查警察的 那他們搞獨立調查委員會來做什麼 示威者那些所謂五大訴求 其中一個就是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難道查自己嗎 你不是傻的 當然是查一下警察的暴力 查一下你們這些人 到底721有沒有跟這些黑社會勾結 或者831太子站的真相是怎樣 就不是由全真社去查 然後新屋領的真相是怎樣 是查這些事情 是不是 你不查這些就查什麼 甚至乎周梓洛案件 這個陳彥霖案件 就是查這些事情 不是查你 這些不查警方查什麼 請問 哈 你想查什麼 你說這些是不公義的 市民知道的就是要真相 大哥 是要查出真相 你就認為這個是針對警方 大哥 這些全部都牽涉你警察的 是不是 你不是傻的 難道查什麼 哈 查這些社會的成因 說來說去又說劉駕貴 說來說去又說 地產霸權 市民不再接受你說這些天花龍鳳的廢話 是不是 你認為這些是不公義的 你為什麼要這麼說 哈 他就說 如果這些調查委員會在調查過程當中是涉及到警方行動部署的話 就認為要交給監警會處理 市民就是不相信你這個所謂監警會和這個投訴警察貨嘛 如果信的一早就不會有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訴求啦 你不是多餘啊 鄧大署長 喂 你這些事實上也都給不到信心別人 就是你真的會去查 因為你自己人查自己人嘛 如果你這些事情自己人查自己人就可以了 當年就不會有腦簾成立啦 你繼續查貪污部 反貪部 就繼續查 就是市民不相信你是發揮到正常的功效嘛 至於在葵坊那裡 大家記得有個交通警 駕駛著那些電單車不斷衝向那些示威者 衝向那些市民 一早我們說過的是優價 現在就已經是復工了 根本上就不是對他有什麼懲處嘛 叫他先避風頭而已 現在就已經是復工了 好了 至於有些主持就問他 警察拿大聲攻在理大外圍 和那些留守的示威者就哭話 在那裡說廢話大家記得 又恥笑別人吃生命麵包 又說自己讀偽進就沒問題 就是說這些廢話或者播歌 他就說 當時警察就希望用另類的方式 透過談判和談話 希望示威者離開校園 他就說 不過他也承認 未必每位警員都能夠就這個談判手法拿捏得好 根本上就是沒有談判手法 你只是閉嘴別人而已 是不是? 走開麥克風 而且市民質疑你們是不是騙OT 你拿著麥克風來講廢話 然後有錢鬥 你不是白做的 你不是做義務工作的 你是在出市民的糧 大哥 你應該要公開交代 還有記者有沒有問他 要問一問 到底那些所謂10萬元的OT費 是不是累積 每個月都是重新計算的 一定是一次性的 一定要問他 這些錢從何來 立法會是不是有批錢給他 一定要將他另外抽出來處理 你不要跟其他公務員的家身一起 混合一堆 不知所謂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